心腹大幸福介绍这位将近90岁的谢爷爷 他从公务员退休之后全心投入做环保 这20多年来可以说是始终如一日 每天他会推着推车 穿梭在热闹的五分埔商圈 向店家收回收物 而且他通常是早上一趟下午一趟 这是他对环保工作的坚持 不是说我退休是要享受的 只要人就要会知道只能动 人都要动人不能有这种观念 我现在下来我就要好好享受 要什么呀 早上睡了晚一点 晚上晚一点所以错了 这种生活绝对不健康 这个国际他们拿来就丢堵在我们民口 知道是我们会拿走嘛 主要是持续啊 知道我们是持续的人 所以是要丢在里整理好了 把时间到八九点我们吃个饭以后 就拖到一个我们饭饭站去了 知道吗 太阳那么大这一趟是站住没有动 这样很危险 假如我们有动没有关系 谢谢啦 没想到直接啊 不是 想到自己的 对啊 这不是个好意啊 没有我们做得这样 吃饭没有做得这样 怎么做不懂 好 没有 我们这样做做什么 你不知道我自己嘛 对不起 没有 我一毛钱都没有拿 假如轮胎翻掉什么都自己花钱 有 我们拿这个钱就换嘛 有没有 对啊 本来是这样子啊 这个人在做事啊 这个是一个庙啊 这个前面就是我们要求他借我们饭 但是我们有时间性的 有时候一定会来收两次 有时候要一次 所以池机人家就很了解 所以这个池机人会不会乱来 所以他就很赞成啊 他一天跑好几趟 都是从那个文堡那里的煮香 缺席只是过年喔 容易过年有休息六天 其他都没有休息过 我们这个小小的环保站 都没有休息过 我们只要有东西 我们什么热和什么下雨 我们要走 谢谢喔 好 到下 到下 你要说我现在就只是呢 我怎么要有怎么样了 没有 没有做 什么想法都没有 只要我要动 我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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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动